乳癌案例 硬块也没有冬痛的感觉 直到2015年的5月份出 胸部的硬块越长越大 肚子也疼起来 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害怕 我就马上去医院检查 检查的项目是赵彩超 结果出来后 医生高度怀疑是恶性肿瘤 叫我马上就要动手术 不然癌细胞很快就会抗生到前身 耽误时间就会没命了 得知自己得了乳癌后 夜夜都是失明的 也没有胃口 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也许是心情压抑的影响 肿瘤就越长越大 大的像一个拳头那么大 家人非常的担心 叫我静开要去治疗 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 朋友介绍我去广州按延迟点 我就一口答应了 当时是2015年的午夜 当天李老师就帮我按推延迟点 晚上回来比较容易入睡了 心情也安定多了 接下来就每周按推延迟点三次 每天配合 项目就是温敷食疗 运动 运动包括慢跑一小时 扩胸运动 仰卧起坐 起初按推延迟点四至五次之后 硬块就开始缩小了 比较松软了 在第一个月按推延迟点 全身都是很痛的 就坚持了一个月之后 很多部位也得到改善了 胸部周边那些筋络也松起来 肚子也不疼了 硬块就一天天的缩小些 坚持着使用延迟点 调理大概有十个多月 身体一直都没有出现新的症状和不舒服 硬块揉一个拳头大 缩小到现在两个拇指大 应该很快就完全康复了 在使用延迟点的时间 我是没有喝过姜汤 但就一直坚持运动 还有温敷 每天温敷四小时左右 在这里我就衷心的感谢张医师和李老师感恩